大家好 今天是8月26日 星期五 股市經過昨天半日市大幅度上升後 今天仍然向上走 只不過步伐沒有昨天那麼速 先看看指數 早市先高170點 到20138點 之後一直在這個區間進行整固和拉脚 直至3.40分左右 今天最高的指數見過20185點 最低見過2050點 即是大部分時間 市都在2萬點上穿梭 從一個技術上的走勢來說 由於昨天收市那刻 指數成功走回到10天和20天線上 今天更加進一步突破2萬點 即是大市斷定的勢頭 是進一步確認的 不過要補充2點 第一是由於指數現在整固在 2萬0150左右的水平 相對10和20天線 相差只是三幾百點 即是指數一直咬著這個高台 是有機會 亦都有條捲 進一步向上市 今個月5日的高位 202883 但同時只要有幾百點反覆 市亦都會重陷不明 我們要看甚麼 看幾樣東西 第一 看看指數是否能夠繼續穩守 在10和20天線上 這是很重要 第二 市要向上推 不要緊 但一定要看成交金額 相對現在成交金額來說 我覺得已經改善了 但未去到一個 一步要推上去的那種動力 仍然相差 移動線方面大家都要留意 10天線現在大概19786點左右 20天線大概19889點左右 指數現在走在1020天線上 向上網的就是50天線 大概在20680左右 如果市能夠挑戰50天線 或者進一步挑戰50天線 成交金額 我自己個人看 最低限度要1100 甚至1200億 如果你成交金額 下個星期回來又縮回 880億的話 大市只是波幅性的後抽 要再向上推升 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 第二 要看甚麼 就要看股市 能否能夠繼續穩守 在2萬點上 因為今個月 直到這一分鐘 都是線高後低 暫時來說是由5號高位 20283跌到24號低位 19189 但指數既然能夠 站在2萬點上 即是意味著 市20283的機會 是大於向下市 19189 大家應該明白 其實今個星期 過去這兩個市 是相當相當波幅 為甚麼 星期三的市 才會見到19189 正當大家擔心它會下破 199點的時間 到星期四的半日市 居然是倒升的 而且是高收的 升到699點 恒指更加是回到1210天市樓上 即是說 星期四的半日市是一個轉角市 是一個轉角市 剩下來就是看成交金額 如果成交金額夠壯夠旺 就算市不大升 起碼有一股升幅 1千多點 甚至2千點 是可以見得到的 但我最擔心的是 成交金額跟不上 星期四半日市 有9806億的成交金額 動力是不差的 但到今日的成交金額 只是持平 當然沒有早前那麼少 但問題現在是2萬點上 要突破今個月的高位 要再進一步挑戰50天線 成交金額不可能是那麼少 最低限度都1千1千2億 不過就算市能夠再增加上下 都只是技術上的反彈市 不是大升浪的開始 所以順風車是可以搭 不過就不要重錘 其實過去一段時期 我都強調一件事 你買一兩百股巴巴 買一兩百股騰訊 買一兩百股美團 乘搭順風車 沒有問題 反正輸入不是那麼大 扣緊安全帶就行了 但如果真的做得到 這輪順風車 就收拾多少 就絕對不是重倉出擊的時間 大家 今天是8月26日 星期五 股市經過昨天大幅度上升之後 今天還是進一步做好 不過當然上升的速度 可能稍微放慢一點點 我們先看看那個指數 早段恆振指數先高開一百七十點到兩萬零一百三十八點 往後一直在兩萬點以上整顧 而直到現在大概三點半左右 今天最高指數見過兩萬零一百八十五點 最低見到兩萬零五十點 可是怎麼樣 股市還是穩守在兩萬點以上 當然也是穩守在十天跟二十天前之上 從走勢方面來看 昨天收拾的時候指數是穩守在十跟二十天前以上 那今天看秦鳳也可能做到 那等於說整個股市錯步看起來 已經有一個回穩的走勢 最低限度你不用擔心 下一個交易天位下市一萬九千一百八十九點 可是大家要留意 這個月當然暫時還是先高後低 指數還是從五號的高位兩萬零兩百八十三點 微調到二十四號的低位一萬九千一百八十九點 已經說過了 一千零九十四點的波幅 基本上還是比較少的 也可能不能夠滿足整個月要求 我們再看看 指數現在既然能夠穩守在兩萬點以上 我們再看 但相對這個月的高位相差只是兩百多點而已 反而距離這個月的地位是比較遠的 只要資金稍微有一點主動的話 不排取 在這個月期止結束左右時間 指數能夠在進一步往下 創這個月的新高 不過要先說明 就算是指數能夠升破兩萬零兩百八十三點 也只是一個技術上的回升而已 並不代表股市會怎麼樣達不到的上升 從走勢方面來看 其實這個星期是比較反复的 因為星期三 我們才看到指數在一萬九千一百八十九點 其實在那一分鐘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偏遠的 可是到星期四 指數已經回升到一萬九千九百多點以上了 所以變成來說做好的跟做淡的 要是時間不配的話損失還是不少的 不管是怎麼樣 十天線現在大概在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六點左右 二十天線現在大概在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九點左右 那等於說 只要寒生指數能夠穩守在十跟二十天線以上 從走勢方面來看 那個移動線再往下看 就是五十天線大概在兩萬零六百六十點左右水平 這個是移動線方面的分析 從走勢方面來看 既然指數能夠穩守在兩萬點以上 那等於說 再往下試的一定是這個月的高位 兩萬零兩八八十三點 今天可能暫時來說 還相差還是一百多點 因為現在的指數大概在兩萬零一百五十點左右水平 可是下星期回來 要是能夠有一點點的比較進取的買盤出現的話 不排除指數真的是會往上攻破兩萬零兩百八十三點 當然這個代表股市在九月份最初的階段 可能還是會稍微做好一點點 在那一分鐘我們就看成交經驗到底能不能夠配合 在兩萬零左右水平 成交我覺得最低限度起碼都要一千億左右水平的 要是任何一個交易店成交經驗回調到八百多一的話 那大家就要小心一點點 好了 消耗分析就說到這裡 今天請看 大家看 零酒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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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